大家還是在看 但是我們一直在想 怎麼樣能夠走出一條新的路 也就是接下來 我們20年之後 我們要開始做的事 就是在新聞站中走出一條新路 所以我們推出了這個節目 叫做Focus全球新聞 這個概念基本上是 我們現在有全天的新聞頻道 我們一直在提供很多的資訊 但是我們想要設法來 做一節不一樣的 用全新概念推出的晚天新聞 那會叫做全球新聞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不一樣 不管是作為新聞的媒體人 或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其實我們都有責任有義務 不是去話眾其寵的 去取觀眾之所好 或者取民調的 或者是TVBS以外的 所謂AC Nelson的一個民調 來作為一個依據 我們應該是作為一個指向未來的 一個作為知識分子 是扮演著這樣的一個社會良心的一個角色 那麼如果從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 你是要帶著大家 影向一個更可能的未來 台灣目前面臨的狀況有太多的數據 太多的條件都是在一個非常狹隘的經驗值裡面 在互相的在攪勁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把自己拉到一個更高的高度 那麼看到世界的變化 用這種比較的方法 就像剛才校長提的這種方式的話 我覺得會某種情況下 讓這個電視台的角度會變得更加的超然 讓它的內容也更 都需要去克服的 那麼第一個困難就是 我們現在所談的全球化 因為資訊來源的關係 都還是局限在美國觀點 我們基本上的新聞來源 基本上都還是局限在美國觀點 可是無論從旅遊或者從商務的觀點來看 台灣的機會在美國以外的地區 我剛才跟各位報告 我去過中南美 去過其他國家 俄羅斯我們所謂的金鑽四國 我覺得那個才是台灣的機會 如果我們在那些機會上沒有更多的互動 其實我們不容易進到那個管道 所以我們如何能夠跳脫 從美國的觀點看全世界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第一個很大的跳褲 Demo這個新聞 還有剛吳老師在講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幾年前 八年前的時候 商業中館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還記得現在我們提到的金鑽四國 金鑽四國 BRICS不是商業中館第一個提出來 報紙已經有了 是在那個報屁股 當時我們就覺得說這是一個重量的事情 這代表了世界的一個新的趨勢 但國際新聞 又是財經的國際新聞 非常難講 基本上叫做票房毒藥 那時候我準備把這個題目 做成封面故事的時候 業務部 因為這個題目的命題叫做 收視率的民私 在我們雜誌的發行 也有票房毒藥這件事情 都跟我講說國際新聞 而且你要把BRICS這三個字 這幾個字放在那封面上 鐵鈴 那引起的商業中館一定會創歷史記錄 慘低了 但我還是覺得說 一個時代的來臨 這是一個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該說 只是我有沒有能力說 我會不會說 挑我要挑這個新聞 現在考驗時 我怎麼說新聞的能力 那時候我們大概就花了半年時間 當時的商業周刊 我很實在說八年前 我們的採訪團隊當中 能做英文採訪的並不多 我們同時要發出四個團隊 到四個國家去 同時四個隊伍到四個地方去 而且有個地方根本不是講英文的 俄羅斯啊巴西啊 那個採訪難度是很高的 到了俄羅斯 我們那時候還碰到八年的大風雪 採訪的技術語言的突破 都有很大的困難 但是我們還是四隻隊伍同時啟發就出去了 半年的時間做了這一個報導 回來的時候面臨到一個問題是 老實說 在當時商業周刊那個品牌 在整個的市場上面 大家知道我們的發行狀況不錯 但是就是說故事能力很好 你說我們有沒有能力去說國際新聞 沒有 國際新聞的品牌的印象 並不在商業周刊 已經有很多的品牌 都做得比我們好 所以當時我面臨到一個很大 很大的一個決定是說 我就算今天做了金磚四國 金磚四國當時是商業周刊提出來的 這個中文化是商業周刊提出來的 當時我後來就做了一個決定是 我雖然四組人出去 我要把它分成四次出去 四期的蜂蜜多次出去 還是我一口氣就下去 我省吃減用的這個四個隊伍出去了 然後我要一期就讓它全部出去 這是多痛苦的一個決定 如果想它一期期出現 可能大家看到的印象是 報導了一期中國 報導了一期印度 報導一期巴西 報導了一期俄羅斯 不會有金磚四國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就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就把這個題目揮霍掉了嗎 多難的一個決定 但最後我忍了 想一下說好 我們必須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媒體 而且要讓大家耳目一新 國際新聞是要這樣做的 那一次一做出去之後 超出我們的預期 大家現在不理解那個結果 可是那個過程是多痛苦的